生活中有些女生可能会有意无意地产生家腿行为,据说那会产生快感。 那女生家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家腿又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? 下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吧。 变心是本能,忠诚是选择,很开心你能来,不遗憾你走开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心灵奇旅》。 一,女生总是家腿是怎么回事? 家腿又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? 一,为什么女人爱家腿,女人出现家腿综合症的原因比较复杂,通常与局部刺激和心理因素有关。 女人内部的失症、严症、脑虫症或裤子太紧等刺激都可引起内部局部发痒, 继而摩擦,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习惯性动作。 有的孩子因家庭气氛紧张,缺乏母爱等,感情上得不到满足,或生活单调,缺少玩具和玩伴,只好通过自身刺激来寻求宣泄,从而产生家腿动作。 此外,稍大一些的孩子,从网络,书刊上看到一些不雅图片等,也可能导致家腿行为的出现。 爱家腿女孩,两条腿夹着,全身绷得紧紧,会使身体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快感。 有时,只需身子在椅子上扭动几下,几次简单的动作就能让她得到一种非常舒服的体验。 其实,爱甲腿的女孩是采用的甲腿或交叉双腿的办法来挤压生殖器官内部,在甲腿扭动时可产生一种性冲动和快感,两腿绷直时达到高潮的临界点,此时生殖器官内部更是会产生强烈的收缩。 二女人夹腿有什么危害,有时候很多女性都喜欢夹着大腿,但如果长时间的这样子,可能会引起很多的复科疾病,因为夹腿很可能会引起细菌的繁殖,导致细菌感染,引起皮肤臊痒。 或者其他的复科疾病,经常喜欢夹腿不但可能会患上复科疾病,还有可能会因为夹腿而导致盆骨扭曲,这种扭曲还会扩散, 就连头部的骨骼也会受到影响,甚至会导致脸越来越大,严重地影响到美观。 在夹腿的时候,因为有一条腿撬到另一条腿上,左右腿的用力程度就会不一致,用力较大的腿部肌肉会更发达, 从而拉扯骨盘下侧下垂,甚至会导致脊椎的倾斜,从而影响头颈部淋巴和血液的新陈代谢。 二,中年女人有意跟你深交的几个暗示,静静地顿和理解,女人宛熟的爱情像到旁迷人的野花。 中年女人的爱情是非常真挚且迷人的,只要男人能够真心交付,就能收获美好的爱情。 中年女人的爱情其实比年轻小姑娘更大胆,一旦遇到了心动的男人,必定会主动发出暗示。 毕竟,她们在年龄上耗不起了,如果不把握机会,很容易措施良缘。 因此,当中年女人渴望和你交往的时候,她就会不断地向你发出暗示,希望你能察觉得到。 她们经历了太多的魔力,对感情也有了更深的体会,一旦动了真情,肯定会全心全意付出。 这就需要男人细心一点,当你察觉中年女人对你投来爱慕的目光时,你一定要牢牢抓住机会。 有些男人独不懂中年女人的心思,其实是你没有用心,中年女人真正喜欢你,会表现特别直接和大胆,稍微细心就能看出来。 说到底,中年女人有意跟你深交会有下面的几个暗示,男人一定要知道。 一,对你很欣赏,经常邀请你去她家吃饭,中年女人愿意跟你深入交往,她对你会特别欣赏,并且主动给你机会,让你来追求她。 因此,在跟你交往的时候,她经常会邀请你去她家吃饭,希望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。 这时候,男人千万别迟疑,当她给你机会去她家里做客时,就是暗示你可以主动出击了。 你不妨大胆一点,及时向她表明爱意,相信她会很开心,从而接受你。 相反,你若是迟迟没有行动,对她的示好没有任何回应,她可能会失望。 事实上,一个女人不会随便邀请异性去自己家里,如果对你不放心,她根本就不会和你见面。 只有女人真正喜欢你,渴望和你深入发展关系,她才会给你这种特权。 所以,男人发现中年女人经常邀请你去她家吃饭,你就要明白她的心思,别错失真爱。 对于中年女来说,她不会对那些虚无的浪漫心动,而是更看重实实在在的生活。 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,适不适合过日子,在生活中的相处就能看出来,她经常和你一起吃饭,也就是试探彼此的关系。 因此,只有你在她面前表现得真诚一点,对她多一点关心和疼爱,切实让她感受到爱的质感,她就愿意跟你继续交往。 二、对你很放心,喜欢和你分享心事和秘密,中年女人走过了半生,经历的生活和感情,早就让她成长起来了。 她们以前或许有太多的情伤,或者在生活遭遇过挫折,一直都是独自承受,从来不敢轻易跟别人谈起。 不过,当她真正喜欢你的时候,她就会有很强的分享欲,想从你身上得到一丝安慰。 于是,每当跟你在一起,她都会有意和你分享她的心事和秘密,希望你能呵护她的心灵。 她愿意跟你深入发展关系。 对你肯定会非常放心,给你最大的信任,让你可以窥探她的心事。 因此,男人一旦发现中年女人总是跟你分享她以前的心事和秘密时,一定要抓住机会。 这样的女人,心里认定你了,觉得你是可以托付的男人,会主动给你机会追求她。 比如,她会跟你说以前的恋爱经历,向你坦诚所有的感情,没有一丝隐瞒。 或者,她把心里的秘密告诉你,希望听取你的意见的看法,这就是信任你的表现。 再比如,她有意和你谈爱情的观点,以及对未来的构想,这也是暗示想和你在一起的信号。 中年女人频繁在你耳边吐露心声,无非就是把你当成了未来的另一半。 只要你大胆追求和表白,她就会欣然接受你,和你深入发展关系。 三,给你最大的特权,有意跟你发生亲密接触。 中年女人想跟你深入交往,最直接的暗示就是给你最大的特权,有意跟你发生亲密的接触。 每当和你单独相处,她都会悄悄靠近你,让你随时都可以接近她,她不会介意和你有亲密的接触。 比如,她会坐在你身旁,离你很近,听你说话,看你的眼神里充满了期待。 两个人不经意地转身,都有可能碰肩膀,她不仅不会躲开,反而会有意让你继续下去。 如果你牵她的手,或者直接拥抱她,她基本上都不会排斥你,而是迎合你的举动,投入你的怀抱里。 所以,男人跟中年女人交往,千万别无动于衷,一旦她有意给你机会,你就要果断行动。 她不介意和你有肢体上的接触,其实就是默许了你的一切行为,只要你大胆一点,就能俘获她的芳心。 最好的爱,不是说出来的,而是在行动里做出来的。 男人想要顺利追到中年女人,就要观察她的暗示,一旦发现她对你默许了,就要主动出击,这样才能抱得美人归。 甜蜜的情话固然浪漫,但肢体上的接触,才是爱情真正的催化剂。 男人把握好这点,相信会让关系有致地飞跃。 四,总是把问题抛给你。 在日常生活中,当我们遇到了问题去找相关人员解决的时候,就有可能会碰到踢皮球的情况。 所谓踢皮球即是自己不负责,把问题抛给别人的行为。 在工作当中,我们也有可能会遇到这种喜欢偷奸耍滑,总是很巧妙地把问题抛给别人的人。 对于这种人,我们常常也只能是有苦说不出,敢怒不敢言。 不过,值得一提的是,当中年女人总是把问题抛给你的时候,并不一定是因为她想偷懒。 把你当成了工具人,还有可能是因为她很重于你,并且很信任你,所以她才会放心让你来解决那些问题。 在《我的青春恋爱物语果然有问题》里面,雪之下养奶就是因为很重一笔旗鼓八番,所以才经常故意把问题都抛给笔旗鼓八番,让她去帮助自己的妹妹雪之下学奶。 女人在内心中都想要拥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,所以她们特别喜欢把问题抛给自己很重义,并且很信任的男人。 本身来讲,中年女人喜欢你,愿意跟你深入交往,她就会给你暗示,你只要抓住机会,必定会快速和她发展亲密的关系。 男人一定要读懂这些暗示,然后果断追求和表白,这样才不会错失真爱。 对于中年女人来说,岁月的沉淀早已让她们看清了生活的本质,她们不需要浪漫的爱情,但一定需要安稳的生活。 只要你给中年女人营造安稳幸福的生活,哪怕日子平平淡淡,她也一定会坚定地跟着你,和你携手白头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观看,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